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全日总结的时间 我是叶不乐,我们先看看A股今天半日全日的市况 见到我们股市今天是下跌的,上证综合指数大概跌了1% 今个星期有10只新股开始公开招股 加上早前投资新股的资金,部分仍然未回流回市场 投资者忧虑市场资金回趋紧,内地股市从高位回落 创业板更加跌了2% 传媒娱乐、文化、公共交通等板快领跌 上证综合指数收市跌了22点,收在2,207点 而深圳成分指数跌了120点,跌幅达到1.5% 两市的成交有2,974亿 这个时间我们同坐在身边的要材证券研究部高级分析员 袁慈希哈利聊天,哈利你好 你好 见到A股跌了1% 但见到港股方面不是太大反应 可否和您先分析一下究竟A股为何会强弱 A股的形势上,近三个星期来说 比较少的一个这么深的跌幅 其实上证中指来说,跌到近2,200点位置 今天最低位是试过跌一跌2,200 但这个大位来说,有部份资金托一托支持住 所以我会觉得信心方面依然都会在 主要的大盘形势,刚才Field也说了很多 主要是A股IPO,资金收紧的情况 但收紧的情况,究竟会否影响股市的成交量 我又不觉得 上证中指加上深证城指两边 加上2,900至3,000亿的成交 现在的钱都在 其实我会觉得,就要看本身 就是未来人行的动作 究竟本身正回购方面 会否继续加大 或是维持现阶段 亦或是,为何2,200点 很多时都成为一个 比较大的信心支持位 很多时我们看到 尤其是这几个交易日 上面的一些投资者 其实很多时都在想 以往的经济数据好像近期出来 都不是做得那么好 中央应该会有一些进一步的刺激政策 特别是我们看到 新增贷款做得不好 PMI好像立下来 应该会有一个进一步的政策推出来 所以对于形势上来说 或是A股 今天是会有较深的一个回调 但对于日后尤其是 现阶段来说 中港联合的回港通的因素 其实对于整体上的看法 我就不会太担心 所以A股 看看本身 这个2,200点 会否受得住 但暂时来看 都是比较乐观点的 心理关口A股就2,200点 港股方面 心理关口应该是2万5千点 暂时就几分钟收视 2万5千7百 2万5千079点 这个位置做几十点 你怕不怕收不住 如果你说 心理关口对于 港股来说 我觉得未必是 2万5千点 如果你问我 2万5千点 能否收得住 相当容易穿 如果你说这样的形势 如果你说本身 对于 港股近期的因素 除了A股的走势 加上一些中国的经济数据 大部分大家都会看 就是业绩的表现 业绩今周的表现上 好一半半 尤其是 业绩期是 美星 大部分都是中资股份 出业绩 你看到今天 很多种重榜股 例子 例如旺旺 或者一大堆的内房股 出业绩都不是那么漂亮 所以对于整个版面 或者市场气氛上来说 有个利淡因素在 就算说 如果你说 A股今天跌成22点下去的话 其实如果 以往的港股 至少跌到200多点 但是 其实今天 我觉得主要影响 港股的因素 反而是业绩的表现 所以 你问我 2万5千点 是一个心理关口 但如果要穿 都相当容易穿 大家及后要看 例如说 还有少少重榜股出 例如说 中国人寿 龙行 龙行 公行这些业绩 都会对于后市 有个启示性的作用 暂时去看 我会觉得 今个礼拜 期之结算这些日子 可能都会在一个 比较高位结 暂时来看 现阶段 较明显的方向 可能要等到下个礼拜 才会出来 因为这个礼拜 暂时在2万5千点 拉锅 今天石油股做得不错 我们看看 最新的表现是如何 中石化跟随大事 回吐了六仙 中石油升超过2.5% 是暂时升幅最大的南丑 中海油升超过0.6% 到15.4% 石油股那么强 不是因为之前 中石化分业绩做得好 因而刺激到中石油市场 对它有些冲敬 中石油的冲敬 大家在这里 但是我稍然觉得 大家观众 如果你是未买 在操作上要小心一点 如果家庭观众 我会觉得 你保持股份 你继续保持它 看看业绩出来 对不对版 再作部署 但是如果你是趁着业绩 再冲进去的话 我会觉得 十一个二毫四这些位置 相当之高 如果你计近期 这几年的股价表现 来看的话 所以中石化的业绩 我们见到 炼油业务做得好些 而比起中石油来说 有个冲敬 加上天然气 那未来的业绩 应该会漂亮 但是 又有一个风险因素 就是说 很多时候 最近出业绩的时候 如果在业绩出之前 已经炒起了 可能会有机会 有部分资金 趁好消息 反而成为出货的因素 所以股价的升跌 未必完全和业绩有太大关系 我举个例子 旺旺的业绩 不一样的 但今天又不是跌很多 所以这些因素来说 对于大家看股价表现上 不要单纯是一些基本因素 要看了本身的股价 是不是已经反映了业绩 或是 如果你说石油股 坦白说 如果你问我 我薄薄中海油 我未必薄中石油的 现在这样的形势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业绩的表现 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做得好的 蓝筹股我们也看过 这些做得不太好 好像是中信太富 华润系两只蓝筹 跌幅也有2-3% 暂时是蓝筹跌幅里的三甲 就是他们 为什么做得这么差 中信太富 刚刚完成了 收购母公司变身 叫做中国中信 华润系方面 公布了业绩出来 虽然华润创业的业绩差一点 但华润资製做得不错 为什么会这样 如果你看回 267来说 中信太富 本身 你看股价图 不是那么开胃 虽然 都叫做 50天线 技术委 支持住 亦都收在50天线以上 但我会觉得 刚刚 集团也公布了 他们已经完成了 收购母公司的资产 但我看回资料 其实是继继续完成 那天 昨天刚刚宣布 即是 未来周五那份业绩 依然是267原本的业绩 所以 可能部分资金 都知道 未来那份业绩 不是那么漂亮 就先沽下来 再要看管理层 怎样去说 或者进一步 未来发展的形势 亦都看到 因为收购了 就变成中国中信 对于业务上来说 十几番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看 所以 现阶段 你会看到 现阶段的股价 反映着 来周五那些业绩的因素 而华运系来说 举个例子 例如 1109 291 本身 1109份业绩是OK的 291是一般的 你看到291 特别跌得强 你整天 如果你说 股价表现 今天大家看到报纸头条 也看到 华运系 再次有些打贪消息涉嫌 可能有些部分资金也先沽了 看看究竟是什么形势 暂时去看 华运系 如果你只计291来说 我会觉得股价 初步都可能会是 已经差不多 如果计算跌势 24.5 有一跌落到21元 这些位置 穿了位置 你会计算的话 暂时在21元 这些位置 你都见到 好像有个支持在那里 看看本身 形势上 如果观众 是迟货 你看反弹再走 但如果再跌下去 即是试试 19元这些位置 我觉得机会 又不是太大 我们来看看 港股全役的表现 看到港股整役的变动不大 国企指数 跑赢就有恒指 恒指低开19点后 曾经一度倒升 石油股支撑大市 不过恒指高位缺分承接 内地股市偏远 令指数更反弹 恒指最终收在25,074点 这个位置 跌了92点 成交略为上升到644亿 最后我们一起看一看 主要南筹股今天的变动 汇控跌3毫 中移动跌9毫 建行跌1先 工商银行跌2先 中国银行跌1先 港交所跌接近2% 中人秀疫市上升1毫半 有邦保险和这个腾讯都是跌了4毫 金沙中国回吐4毫半 长实跌了4毫 新地疫市上升5毫 而九龙仓跌了5先 中国海外回吐超过1% 华润置地更加跌了2% 中海游靠稳 上升1毫 中石油升2.3% 是升幅最大的南筹 中石化跌了6先 做7.98 崑良能源靠稳升2先 中国神华跌了2毫半 做收在22.3 最后很多谢Harry为我们分析了市况 和总结了全日港股 刚才提过相关股份有没有哪只持有 没有的 好这次时间来到这里 明天我们会继续和大家追踪着港股的情况 明天再见 明天 明天 明天